有時候人們不停耶 有時候就變成綠色 對 現在是我們 對 對 對 我一座牵牵 是為了不當 所有自由渴望 當一份信仰 再不能抵抗 天地將亂起亡 蘭麗撩蘭芒 天地離人亡 我會不中在 舉辦藏身上 夜未央 天未央 我在心存的下場 只盼望 只說在一半 像四年都要跑 我感激 我那是什麼 你又能抵抗 不然就把我無悔的狂妄 當一份信仰 只說能隱藏 直到人們慾望 誰也茫茫 我們的篇章 曾經如此輝煌 在晴天秋涼 披醉皆衝腸 不會少年亡 是月床痴狂 夜未央 天未亮 我才心存的下場 只盼望 只剩在一半 像四月的臉龐 我感激 我那是什麼 你也在哭泡 不再去 大無謂的狂妄 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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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趁他過來 你趁他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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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海洋資深 網路電視台 現在有影子 有影子 你看這是廣播電台 電台的母音 只出聲 對 不要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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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我們這一階段 我們要 這一節 我們要繼續說 幾個小黨 裡面有台灣民主黨 台灣主義黨 社會民主黨這些 我們也知道什麼叫做 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聽過這個黨 台灣主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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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是為台灣的台灣主義 但是我們看他內容 好像不是這樣子 他是為台灣成立 台灣的一個 為台灣的一個 新生 進的一個黨 他這個 鼓吹什麼 鼓吹台灣民主主義 台灣民主主義 你說 是啦 他也是為台灣 但是他比較偏向左派 左派 左派就是比較 傾向社會 福利方面 還是比較 傾向左派的一個小黨 他當主席 他當主席是誰 叫鄧政黨 他當主席 他當主席 我們來看看 他的成立 是在那兩千十年 的這個三個製衣 他當主席 他當主席 我們來看 他的成立的那種 裡面 維基裡面 提供的信息 不是很多 他是為台灣的 為台灣主義黨 是為台灣的一個 新生立的一個黨 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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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灣新成立的一個黨 我是知道說 蘇明 蘇明有信息 他都一直說 台灣民主黨 台灣民主黨 他的 他的 方法是怎樣 但是 屬於上 你這個台灣 主義黨 和他是不是有關係 我們在這裡也看不出來 對 這裡看不出來 有一個人 我是知道在網路 有經常 有經常在說一句話 包括在 某一個 周刊裡面 常常在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台灣民主 台灣民族 他們很強調 台灣民族 台灣民族 台灣民族主義 在這點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當然台灣 應該是一個 應該是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民族 就是 本身他就是一個民族 但是我們現在 在政黨的 這個理論裡面 我是覺得說 有一點 有一點 變得有點 怎麼樣 好狹暗 我個人是覺得 他比較狹暗 也比較模糊 我們就是說 在我們的政黨 我們是要在 理論 論述 來取勝 來那個 當然他的成員 是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說 我如果說純粹 他跟這個 台灣民族 台灣民族主義 跟這個黨 有沒有關係 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 我們的資訊 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 我在網路裡面 我一直 知道有一個人 有某一群人 一直在指定 台灣民族主義 這就是 剛才你說的 包括蘇明 蘇明 還有一個人 劉崇毅 劉崇毅教授 劉崇毅現在已經 退役了 他是 李鋒毅的 鼓子 李鋒毅教授 的鼓子 他們都一直 強調 台灣民族主義 共調 因為他主要就是 沾對 中國的 民眾 對 對 對 他就是 中國 民眾的 派系 對 所以說 這是 如果我們來看 他還是 對台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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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對 對 向台灣民主黨的講話 就是以台灣的黨衛主義而主 因為我們目前跟中國無關 我們常常他的教科書 中國國民黨的教育 都把我們跟中國很難分別清策 我們現在有一個人 因為他們希望可以分別清策 所以叫做台灣民族黨 這是台灣主義黨 剛才我們說是台灣民族主義 跟這個又不一樣 所以是類似 但是我們的資訊 但是看不出來他的黨主席是誰 還是說他的起源是誰 因為這個維基板科裡面是很模糊 就是沒有唱唱民國黨 什麼不清策 所以說你看人家多久 有六年人寫得很清策 這師姐我們想要給他介紹一頓 還沒什麼東西可以介紹 不是 我覺得寫不清策 電腦比較不好 寫不清策比較有陷阱 讓你等人不知不覺的 掉進他們的陷阱裡面去 寫不清策 當然如果寫不清策 就沒有載到寫不清策 因為就是 人家當中的後援很豐富 不就是什麼人在幫他們做的 所以他們就有一天 可以跟文宣寫得很好 這就是清策案 才不清策 不是你們小看台灣民主 台灣主義黨 他們在2010年 撤衫成立的 比民進黨更慢 但是他們已經迅速發展到現在 他們有120個電動部 120個 所以他們這個規模 有關是 是這樣的 但是也比親民黨、新黨、台電黨 和台灣的綠黨 還是比他們小一點點 但是我是覺得聽到120個地方黨務 我也覺得有一點意外 對 我是聲勢的好大 但是 事實是沒有人 也有可能 對 但是他們雖然 電動部憲政 但是對他們兩黨的政爭 他們有感到 憲心 所以他們腰背 有年代產生 他們的政治獻金 也不能補稅 他們的黨黨是什麼 他們說 沒有要說 兩方中間的 統一或是獨立 他們著重在民生的問題 不然這樣也不清楚 沒有在說 因為政黨 一定要把自己的立場 講清楚 就是說 我主張 統一或是 我主張 是 他就要說清楚 但是在那邊沒有說清楚 有人民生 一個定位就沒有帶來怎麼做 經濟 今天也跟政治扯在一起 怎麼可能經濟不跟政治扯在一起 所以這個政黨 他聲不清楚 也不一定代表台灣 我們看他們的黨籍 是 綿蒂紅 中間是白色的台灣 白色的台灣外圍 圍繞一個圓圈 就是用白點 白點這樣 這樣被圍起來 所以他的主要就是要建造一個清潔的新台灣 所以這是他的 他的希望 他的意義在那裡 他的紅色的地 他說 意思 我們國民黨的紅色地 是滿地紅 今天白日滿地紅 就是熱血 灑熱血 但是他說 他的意思是 全部台灣人民都很 也是一樣熱血 就對了 這是他的那種 在危機上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麼簡單的資訊而已 我們沒有在這裡 在危機裡面沒有說出他們的黨籍是誰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也要先代表太多 他們的總部在投層 逢的 中立環北路398號16樓之一 在投層這裡 有啦 這裡有一個 他們的黨籍是姓江 香啦 香啦 江水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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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漫漫 有漫漫 桃園 我們看桃園這個地區 應該說起來 也是建築比較多人 這裡貫穿 中國人的地盤 現在我們不要做太多貴賊 因為我很多資訊都不清楚 你剛剛趕快小巴 天天氣外外行 對啦 再來我們來看一個新的政黨 三一八協運世代的另外一個政黨 就是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 這個黨我們知道 他簡稱社民黨 他是台灣一個政黨 是台灣大社會學系的副告書 泛銀 泛銀我們應該都認識 這都在野百合世代的人 野百合世代跟林哲隆 他們差不多同一個世代 還有 他們 綠洲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耐方議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的副理教授 陳上智 台灣少年前議 跟福利促進聯盟的秘書長 葉大華 政四方報的總編輯 張震 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協研究所的博士 研究員吳韋庭 台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文憲部主任 李欣傑 國立台灣大學的政治學研究所的博士 博士生 將近 社會民主黨的籌備處 秘書長元宛領 這些人 他們共同發起籌組黨 在今年三月二十九 選佈成立 他們標籍社會民主理念的新政黨 這是一個新的政黨 其實在一起以後春節 2014年會有人成立 對 我們在委屈裡面可以看到 其實范林這位女孩子 我是蠻喜歡 坦白說我是喜歡她 因為她是野百合四代的 這是算一個 應該是算第二代第三代的 她的父母 以她的父母來台灣 她應該是第二代第三代 但是她就是 比較沒受到她的長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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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中國的 那種理念的影響 對 所有的外選 第二代第三代了 對 她是沒有受到 現在沒有權貴的影響 對 所以她就站出來 她在那個 那個野百合的那個年代 她就站出來 後來 她就繼續讀書 現在她在做副教授 她在做副教授 我們有副教授 我們有副教授 我們可以副教授 但是這要問 我知道我們可以開放副教授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做過 沒關係 這個以後 我們要學習韓國朋友的call in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有開放call in 開放call in 這兩天 我們聽到我們跟進行到 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再來開放call in 看看如果有人 有評語底的網路討前 想要發表意見的時候 讓我們可以提供給她call in 我們現在拉回來 這個 2015年的這個 整個21年 這個公民組合成員 證實 這個犯人 定下的人 他們確實 他們沒有參加 這個 由那個 公民組合執行理事林峰正 定下的人 成立的那個 新政黨 時代的力量 他們認為自己做 他認為他沒有自己 時代的力量 就對了 現在 有一個新的進度 時代的力量 他們參與 他們沒有自己 他們有很多活動 有很多 配合 但是他們沒有自己 外乘黨 就對了 那個 時代的力量 就是黃國昌他們 還有那個 山林 Freddie 他們在 在今年的四月 採集 在內政部 正式 備案 成立這個 新的政黨 他們有強調 他們沒有 讓財團收買 但是他們有 要參與 今年 2016年的 這個 立法委員的選舉 再來 他們 跟其他的 社會 運動 團體 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地 社民黨 這個黨 真的要參與選舉 中國國民黨 跟民主進步黨 這兩個大黨 都沒有辦法 很少 剩運團體的政治代理人 所以他們認為 他們社民黨 有機會 拿出比這兩個大黨 更進步的政策 比這兩個大黨 更進步的政策 社民黨 他們願望 藉到這個 藉到這個 他們所提出的 這個政策 來押 讓國民黨 和民進黨 壓力 給他們壓力 就對了 有一個企圖先 對 希望他們可以超越 他們自己希望他們可以超越 國民黨 超越民進黨 的一個 驕夢 對 所以他們在 在今年 3月16日 這個犯人 他有宣佈 他要代表 社民黨參選 2016年 這個立法委員的選舉 他說 對社民黨來說 政治不是第一季的 鬥雞 要只要選票的工作 他說 他們社民黨 在主要的 整個政策的上面 對 自由的政黨 有不滿 他覺得 民進黨 和國民黨 在一些 政策上 一直沒有達到 他們的要求 所以他們 有覺得不滿 目前他們沒有打算 跟主要的 大黨 有政治協商 所以他們 對主要的政黨 他們沒有 主要就是 他們對這兩個 大黨 他們沒有足夠的信任 他們沒有信任 因為國民黨 和民進黨的 理念和主黨 有很多 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 在這種基礎的上面 他們沒有為到 聯合的 主要的政黨 總統好選人 去騎台做選 不然 他們認為他們 去騎台做選 就是他們 成立這個 行動的意義了 所以他們是 有一段 有一段 他跟 時代的力量 在那裡 磨合 可是最後還是沒有 合併 最後還是沒有 合併成一個政黨 主要就是 時代的力量 有跟民進黨 在合作 但是 就是換您 他堅持 不要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參加台灣的 這個 這個 你也說 學運 很久的一個人 他現在 他是以會審 第二代 第二代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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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說 有理想 就 有理想 就有進步 希望說 可以秉持的 因為我們這個人 看這個人 比較說 比較看起來 是 比較 值得信賴 因為他在 台灣的民主運動裡面 一直都有參與 對 都站在正面的方向 對 所以說 我們是希望說 他有 自己要成立一個政黨的話 希望 有一個警方說 他是好的 優秀的 對 犯人他有說 他說 社民黨是一個 溫和的左派 我們知道 左派是比較注重 社會福利的 所以他們的目標 群眾是中間 他們是針對中間 潛然 潛力的民眾 他們也用 新的經濟 新的經濟 新的社會 這三個 來號召 還有那個群眾 社民黨的成員 讓人認為 泛力色彩 很濃厚 很高的泛力色彩 外界也都認為 社民黨跟民進黨的選票 有重疊 認為他們有重疊 跟民進黨的選票 沒有重疊 但是 他認為 我們不想被 有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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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 他們當然 也不是泛男 他說 我們想要有新的 會開始 他認為我們影響 就是 一直之間 也很難設 他要領人民 他說 他們跟我們的屬性 在 身份的背景上面 比較像 他說 五萬神的第二代 第三代 希望他可以影響 一直在支持 國民黨的親愛 這些人民 可以讓他們覺醒 因為他說 一個社民黨的 社會的需求 跟人民的走向 人民的需求 跟社會的走向 一個方向 希望 我們也希望 大家人民可以看到這點 而且 難色的 會對他們的肯定 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因為他說 他們跟背景 比較像 他影響他們的力量 會比較大一點 對對對 他們就是說 他們對這個 難力的政黨 他們都不溫馭 所以他們要跳脫難力 那是 一個 概率 他說 我們 有那個 價值 我們有那個 價值的理念 更清楚的路線 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路線 是比較有價值的 這 我們可以對他們 他在 泛林 在他們 社民黨成立大會 近年的三個禮教 成立大會 他有一些 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先言 他就是 要打破兩黨 寡戰的政治 要打破兩黨 寡戰的政治 是的 我們也希望 社會也能多元化 當然政黨 他多元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也沒有說不好 而且我們看 他是要走出這個 藍色的 我們是希望 他偏向那個 那些 那些藍色的 就是泛男的選民 因為藍色 那台灣其實 不一定有藍色 綠色的分別 對 那就是 整個人民走向的 其中的 不是藍就是綠 那是總共 可以說 英國的 藍色的 選票 可以讓他們 對台灣人的 正式 正常化 有所謂的 需求 能不能走向 對 對 對 我們應該有在注意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應該知道 那個時候 他們這個黨在成立 還有他們在提出 這個候選人的時候 有一個我們很尊敬的 這個 這個 請拜 林宜翔 好 林宜翔是真的 發生 林宜翔 甚至搶民進黨 叫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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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每個人提名 不可以提到 一定要 民進黨要扭 才會小黨 給小黨 就對了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在那個 今年 大家找到 林宜翔 他發表 民進黨 蔡英雲的 一段 開信 他在陪著民進黨 徵召就任 不及 五月 不夠五個月 市議員 參與 立法委員的選舉 就是說 民進黨 跟那個 現在在當司議員的人 叫他 還出來選 立法委員 他認為 林議長認為 民進黨 這樣子做很不妥當 如果這段 我是有林董 我也是很討厭 你就在做 市議員 你要再來選 立法委員 你怎麼不認別人 不然你當初 市議員 不要選 你就去選立法 市議員 給別人選 所以我這一點 林議長 這一點的做法 我是蠻認同的 對啊 你之前 接受了民進黨 譬如說 當了議員 你給別人 就做完 你怎麼做 這做五個月 你怎麼做 那個 因為 那個 那個 高處在爬 這也讓人 應該 應該唾棄這樣的人民 對 這樣的 就全球 現在我們就看 周立 我們想要代指參選 對 到這句 到這句 說要把那個 佛秀樹換掉 要換住 結果 整個聲音 都沒有很明顯 說你到底要怎麼換 要怎麼 我覺得 國民黨 都沒有按照 牌理出牌 而且 也沒有承擔 你記得 要 受託 人民 要託付你 當台灣的 中華民國總統 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 自己的 職位 今天我們做到完 還是 你辭掉 要有那個 說明的決心 對 沒有 這也是 我們看到 一些 正確的 群怨 讓人很唾棄 很不屑 因為 他們這樣做 就表示 好像 他們認為 這個洞 除了他以外 沒有人才 還有另外一個說 你說 你們都沒有在 台北新郎 只有這句 在這句 這句 打完之後 去那句 這樣 都 雙腳大雙順 我覺得 這點 我是怎麼無法接受 對啊 一直把全市 看得很重 我在這裡 做這個 我覺得 像水 要再做 對啊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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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如果是人民 不要看這一點 也很不需要 我們來看 他們這個 犯人他們這個 社民黨 他們對這個 同性分音 這個議題 其實他們很 很注重 所以他們有要求 兩大黨的 這個參選人 洪秀珠和蔡英文 對這個 同性分音法案 有要求他們 說出他們的看法 這是他們 他們注重的偏向 他們也注重這個 然後 我們再來看 他們對的 其他的議題 他們就是 要跟青年世代 他們的聲明裡面有說 他宣布 就是犯人 代表 社民黨 要參加2016的選項 他也有選舉 他也有選舉 他也是 那是3月29號 那時候成立大會 就是那個 但是他在今年6月份 他們有 還有 傳播 還有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系 會做到 陳尚智 要代表這個黨 在台北市的 南港 來參選區 立法委員 陳尚智 他的參選聲明裡面 他有說 他說社民黨的造成 就是要跟青年世代 共同面對 解決台灣的 社會不平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剛才說 他是一個比較偏走的 就是他們比較注重這方面 立政的公民罷免 運動實力的 港夫妻 是新興的民主勝地 所以為了 在淘汰 國民黨 和監督民進黨 追求新的政治的社民黨 他們在這個 地區 他們沒有缺席 跟你們 就是6月1日 犯人 也說 有社民黨和立黨 在 分配正義 勝地 等的議題 也有共同的看法 只是說 時代力量 在那個禮拜 他們沒有出時間 所以社民黨 他們大選和立黨 會上 社民黨 他們會繼續 跟時代力量 討論 合作的可能 這是那個時候 我剛才說到 他們磨合 但是到最後 還是破級 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磨合成功 他對於年金的改革 其實我有在注意 煥寧提出的年金改革 他的主張 其實我蠻認同的 蠻認同的 而且我覺得他 我有一些看法 跟他的看法一樣 他的主張到我原來 我一直長期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應該怎麼做 我發現他的主張 好像跟我講 跟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一點接近 有一樣 所以我媽媽說 我對他在這個 他可能是比較偏重這方面 他說 他說 他有透過新武教 在今年這個取消 他說 蔡英文提出的年金改革 是不沾鍋的年金改革 讓人失望 他指出 希臘的國債危機 不是年金拖累 不是年金拖累 重點之一是 希臘政府長久以來 不敢對這個財團加稅 他也呼籲蔡英文提出 對財團加稅的具體作法 至於年金改革的相關法案 兩黨都 國民黨民進黨都各有版本 但是朝野協商也都很久沒有進展 所以兩大黨都把這個年金改革 動作一個很漂亮的口號 沒有有效的破例 是這個最重要的 對於 這個犯人 其實他剛才說這句話 我是覺得 他這一點 我就覺得 希臘的年金改革 不是年金拖累的危機 這點我是覺得值得上去 其實也是年金拖累的 所以 我還記得不久 現在我們就看一個新聞 有新聞有報道 退休以後的年金 是要提供你退休以後 可以過生活就好了 不是讓你退休以後 可以過著優惡的生活 像我們 我們在政 在政部長 贏母 十年六萬幾 退休七萬幾 像這個 這件事要改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點 范林他有一些主張 他 他的 如果有機會去抓他 也主張的一些文章 我是覺得 裡面有一些還不錯的 但是他 有一個盲點 還是可以改正了 想要深入的去探討說 這個年金的制度 跟整個財務的狀況 對 不是跟現在公共的 跟這個內部 會重新的設計和呼善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從這邊 簡單 這個社民黨 我們來看 最後我們來說 他說 他跟綠黨 這是他們參選的 參選的 參選的一個 一個 他們的理想 跟他們的 那些 他們跟立黨 合作的 一個 理念 跟口號 所以 他們有五個 證件 我們跟他的五個證件 把他提出 講一下 他們認為 提高薪資 捍衛勞動權 強化受固階級的力量 再來 國民年金 要大改革 要大大的改革 建構平等社會安全的體系 還有 財團富人要加水 增進國家財政的能力 強化財團的社會責任 再來 政治要公平透明 要可以收監督 要不可以收尾 不要被收買 要不被收買 再來 要尊重差異 反對歧視 共創多元的社會 這是他們主要的政見 他們這是參選 他們提的政見 對 尤其是人說 這幾個多元的社會 有多元的政黨 這也不錯 因為我們看到 關於國務黨跟民進黨 兩個 要對立 如果更多人的話 也要化解這些對立 對 所以這是 今天 我們本來想說 很多黨 有一些小黨 資訊不是很多 但是剛才我們說的 這兩個黨的資訊 還是多一點 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把其他小黨 把他解決掉 一次再把他解決掉 好 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每次跟別人分享到這裡 會一處我們再繼續 好 感謝你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 coaching न 我們 這張 你就把音樂停,拉鏡頭,中間是空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先音樂停的,我們馬上出聲 然後鏡頭再出來 也可以,好啊,這裡的講話也可以 對,還有空白,因為我看在廣播老師上很興奮說停的